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安威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真是利窮质散 想不到之前清兴道帝的两个轮角 插头插颈 亦都说 年龙和龙 现在就不是龙,而是龙了 有一股懦味的关系 反骨仔 那是什么呢? 泽连司机 他就说 要路告 轮角 有一个国家他告,我也觉得很正常 就是告匈牙利 但是他告两个轮角 就是波兰和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很大业的 现在这两个 一起反抗乌克兰 扎连司机 斯洛伐克有选举 斯洛伐克有选举 波兰也有 没错 斯洛伐克 越底选举 可否叫他体谅一下 体谅一下 体谅一下 所以你看到 可能这个就是东欧的文化 你看到他们 很充的 不给你面子 直来直往 好像台湾地区的赛政府 好像民进党当局那样 原来 乌克兰总统就说 我们现在 是用文明的方式 记住 我们很文明的 告你 很简单 我们很文明的 原来 告他们什么呢 就是告 刚才说三个国家 匈牙利很正常 一直跟匈牙利对着干 但是 这个曾经被西方称为 挺污反俄帝一国的波兰 他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 还有斯洛伐克 压力大 斯洛伐克现在一个 他们所谓 他们扣母子 是叫亲俄派 民意调查是相当漂亮的 亲西方政府有机会下台 我们说有机会未知道 因为月底才选举 还有捷克 你不要忘记 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两兄弟 本来后来就分开了 原来 乌克兰经济部副部长 卡奇卡 就说由于波兰 还有匈牙利斯洛伐克 单方面延长对乌克兰糧食的进口禁令 乌克兰当局 计划 向 世界贸易组织 提出 这个 是恐高 他们就说 除非 你们在2月22日之前撤销禁令 否则 乌克兰 就会 被迫 实施 回应的制裁 或者反制 2月20多日 是否 选举已经 搞定了 10月 10月 斯洛伐克是月底 不是22日 好像是30号没有记赛 当然 他们说 真是想不到 现在 不单要告波兰 还要 禁止从波兰进口水果和蔬菜 你不要忘记 在战事之下 你们这些东西都缺 是吗 当地时间 15号 欧盟就决定 不再延长 乌克兰 四种 外运的农产品 就是小麦 粟米 油菜籽 和葵花籽 本来 就是在 保加利亚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利亚 和斯特佛克 在当地市场 这么瘦 扎尼斯基就说 欢迎欢迎 欢迎 逢得来恩 你知道逢得来恩 什么都贵的 除了对中国是比较硬的 当然逢得来恩压力很大 因为德国 阻挤他 祖国阻挤他 是不是想我们德国汽车 产业很麻烦 有多麻烦呢 四成而已 有没有四成 四成你还说 遮嘴吗 那么乱吹 逢得来恩不理 但是 他同时也警告 如果欧盟成员国 违反欧盟的这个规定 乌克兰将会以文明的方式作为回应 就是第一 就是告你去这个WTO 其实这几个国家都是违法达议 按照王友的说法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告他也要几年时间 到时你偶尖战争可能完结了 希望是这样 因为这个仲裁 仲裁机制被美国人破坏了 但是 波兰 匈牙利 和斯科法克 出于对本国农民的利益保护 继续禁令 无怨无悔 另外呢 哇 你说玩笑我 我真想不到现在搞成这样 你说 不进口我的蔬菜 水果 波兰 还加码 他就OK 你玩东西嘛 我们就宣布对乌克兰面粉和肥料 实施额外禁令 匈牙利一向都是 跟乌克兰 不对 他中狼胎 乌克兰更进一步 就是禁止进口另外25种 匈牙利再进一步 乌克兰再进一步 匈牙利再进一步 就是禁止 乌克兰25种产品 匈牙利再多25种产品包括什么 肉 加琴 雞蛋 蜂蜜 蔬菜 葡萄酒 不过其实这个匈牙利的葡萄酒也挺好的 引起乌克兰 极度愤怒不满 现在 真是想不到 你说匈牙利我就算了 因为你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敌人 但是 乌克兰经济部副部长 卡奇卡他就说 你真是想不到 当日的兄弟 波兰和斯多佛克 还有匈牙利 的举动根本 就是对欧盟的公开挑衅 这个不单是欧盟的事务 亦是 引发 所谓最大的系统性担忧 这个新名词他们发明的很厉害 系统性担忧之前不是说 中国大陆是这个系统性的挑战 系统性担忧 你说系统性挑战 都可以叫做有些逻辑 系统性担忧担忧就是担忧 关什么系统事 是不是学到台湾那些用词 系统性担忧是什么呢 即是国际贸易伙伴能不能够相信欧盟机构 代表欧盟成员国呢 这个真好笑 欧盟代不代表欧盟成员国呢 这个真的很难说 现在都看来散散的 他要你代表他 你就代表 他现在不要你代表他 他就 不跟着你 什么 匈牙利 不但凶牙利 其实波兰也挺凶恶 是想不到的 一年之前你有想过吗 完全想不到 波兰和 乌克兰清兴到底 波兰的领导人去得最多 因为他们近了 还有每个西方领导人都要经过波兰才进入 乌克兰的坐货车 他们是在 波兰落机之后再坐货车 他们不会直接 在乌克兰领空进入 因为他们担心俄军 原来 乌克兰 这位经济副部长就认为 喂 你们 三个国家 忽视 欧盟 机构贸易 政策立场的系统性做法 对于整个欧盟来说是个问题 因为那里没有统一 其实你越是这么说 我觉得 冯德罗印都可能崩口人记崩口碗 现在他就是为了显示 显示统一团结结果就不是了 你越是这么说 可能可能 说一句吧 实际上 我们说的应该很快 应该不会说很快 始终 最后你也是 有 不团结是正常的 因为大家的利益不同 和经济的实力差太远 就算 在对 中国电动车 调查的事件上 德国 除了 德国政府也不统一 除了贝尔伯克说好 他说好 哈贝克说好 我觉得你哈贝克做做经济部长这枝很难做 你居然说好 你知不知道德国 和中国有多少经贸 好像真的不知道 从大人来 他不理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跟美国 为什么他跟美国 就是那种意识形态 而且 你看他也高高在上 贝尔伯克就高高在上 是 你独裁者 他就罵了习近平的独裁者 结果 中国大使馆 应该是 没错 就是 召见 这个 中国就召见 这个大使 应该是德国驻华大使 表达不满 你有力吗 就这样表达不满 笑 大陆 你没用 每次都表达不满 那么 日本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你是不是真的 要到最后一步 好了 你德国的车 不好意思 你征收我们 多少关税 我就收回你这么多 虽然 现在 在大陆 那些进口车的关税都很贵 很简单 他就说 哪里哪里 你的车 你们经常犯化国家安全 他犯化国家安全 你就不用了 就等于之前停过 为什么这么害怕 后来 大陆澄清了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苹果这么害怕 他一句话 党员不准用 党员差不多一亿 你就看看 因为你们经常犯化国家 安全概念 其实你贝尔伯克 也是坏的 说真的 以后再说一截 现在 匈牙利更加不怕他 一直都和你对着干 现在 乌克兰当局就决定 对这三个国家 向 世贸组织 进行申诉 当然 亦有人说 为什么你不跟欧盟说 其实你都不给面 冯德罗欣 是否知道冯德罗欣叫不住 这是事实 他就说 为什么我们这样 因为 你们欧盟不统一 我们就 直接告你三个国家 他也说 这位乌克兰的 经济副部长 全世界都应该知道 看到欧盟成国 如何对待贸易伙伴 和自己的盟友 现在就是 道德绑架 但是冯德罗欣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他也很依赖波兰 去援助乌克兰 波兰就说 不好意思 你的领导人来 你不要通过我们的火车 你都会跪下 你坐飞机吗 还有很多轮角 但是他 那七个轮角全部得罪了 罗马尼亚比较好 罗马尼亚比较农产品一窩粥 是很大影响的 是老讽硬行的 事实上是很大影响的 当然 这个 乌克兰的相关部门说 最重点就是 要证明你们这些行动全部非法 所以我们决定 明天起就启动 起诉的程序 当然 匈牙利 彩利的三网果 全部是违法达意的 应该会 是的 他们当然大力骂匈牙利 说匈牙利扩大禁令 根本 是 将 这个禁令 没有起化 是荒谬的 并且匈牙利这个举动 就是指现了他们现在 根本他们希望阻止和乌克兰的贸易 同时无视布鲁塞尔 说真的无视了很久了 他有钱在那里缠着他 因为他不派钱给他 缠着他 如果没有钱 帮助 匈牙利扩大禁 卡 卡 卡这位副部长也说 匈牙利的 额外禁令 主要是长征性的 因为 乌克兰 没有向他们国家出口多少牛肉和猪肉 但是 这个是长征性 但是其他的不长征性 农业产品就麻烦了 因为你要经过他 之前我们不是说他有一条新航道 是经过他多罗河那里 当然 罗马尼亚也有多罗河的这些支线 他现在的新航道是怎样 经过匈牙利 之后再下去 黑罗地亚 黑罗地亚有出海口 再走 如果他又封了你这条路线 你不要这样 现在 你这样逼迫一下 你经常说 匈牙利的总理 是 欧洲特朗普 是吗 我说暂时没有 他们也要看 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 如何逼迫他 是 当然 他也说 不过他们承认 波兰的措施就是对乌克兰的 出口造成最大影响 除非 波兰撤销 附加的禁令 否则 他们一定会 反制波兰 之前 肯不肯撤销 这些措施还包括 可能对波兰的洋葱和苹果 还有就是匈牙利的汽车 你们小心点看路 不过 波兰和匈牙利政府 他就说不怕 他就说 我们都为了保护本国 农民免受乌克兰农产品的冲击 因为他们过得很苦 不敢 这个 乌克兰在牙医 你们的禁令帮不了 农民的 亦都影响不了价格 他肯定是错 这个肯定是错 这个肯定是错 一定帮到 直接回答你 因为他们说你一进入 那些价格 马上跌 这个你不要说谈话 他们有数据 这个 就说你帮不了 还有你任在当地农民 你这样向你回答 你觉得你监民乃后 包括他一向都是这样 因为你的价格是全球性的 关什么事 你一大堆进入 是否立即会跌价 这些行动是基于 公众舆论和大选 你知道的话 你不如先让他赢了 最搞笑 一位欧盟官员就说欧盟希望 通过令到乌克兰在出口 突然 激增的情况下 实施限制 来解决这个争端 你怎样帮他出口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一这样说 结果刚刚 因为他们之前说 是欧盟的平台 结果 这三个国家立即退出平台 都挺绝 你说文明方法 告我们 文明方法 你告我们 起诉我们 控诉我们 告状 好 波兰 在匈牙利 还有斯特法 立即发了联合声明 决定退出 欧盟 由 冯德内恩建造的 乌克兰 梁食出口平台 波兰 驻欧盟大使 就说 波兰 和其他 乌克兰的 邻国 不接受 乌克兰 提出的 糧食出口 许可证方案 另外在三个国家 和乌克兰 糧食 贸易产生巨大分歧 时 其实 西班牙和法国 分别批评 东欧三个乌克兰的 轮角 的举动不符合 欧盟的法律 亦不利于 欧洲的团结 但是他敢说 撑你 你这么远 喂 你呀 这个法国 就是 西欧国家 有些地方 都是地中海 你西班牙 又是地中海 还有 南欧国家 你们 很远 我们是黏的 要是你让市场出来 为什么呢 他们就不肯 是吧 当然你怎么解决争端 欧盟就希望 乌克兰当局在出口激增的情况下 实施限制 但是你出口去哪里 你黑海糧食协议 你台会说得很大 有两手船突破了 两手而已 你报了新闻出来 你觉得俄罗斯会不会动手呢 要么你就静静点给他 但是有些人去沙沟沉 是吧 又要出来 又要出来报 你要么静静地帮他 那当然 现在 这个乌克兰 就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一份 关于粮食进入欧盟的提案提出 通过粮食出口 许可政制度来控制出口 但是 无论初商结果怎样也好 他不是说最后的 决定权在欧盟 最后决定权都是我们污方 那你叫他怎么办 他肯不肯 是吧 乌克兰都挺一意观之的 什么都是自己的角度出发 总之 我现在是战事 我的民众很惨 那人家也要找食 我不管你这么多 我的民众每天都可能命都没有 就是这么多 他就是这样 当然西班牙和法国 就是说 你这样不行 任何欧盟成员 单方面禁止乌克兰粮食进口 似乎是非法 那三个国家 都去你那里 去你那里买 另外法国也说 批评上述国家 延长禁令的举措 就是破坏欧洲的团结 为了团结 我们需要统一 我们必须 紧握两个要素 否则 欧洲一体化 就面临风险 单一市场 是基本要素 说真的 英国走了之后 你都散散地 因为事实上 难听些说 当你在一个联盟内 事刚好的时候 经济好的时候 你就觉得 扶持一下这些穷国家 没什么所谓 但是现在这样的时势 大家都这么困难 你怎么办 你想想有什么立陶宴 驻米大虫 怎么办 他什么都不出政治证据 是吧 那你怎么办呢 原来一直以来 乌克兰 农民一直都是 已胀着轮角出口粮食 乌克兰大概六成的粮食通过 六路运输 四成就通过 是黑海出口 现在 当然 俄罗斯就没有续签黑海粮食协议 那六路成为了最重要的地方 但是波兰等等的国家就认为 乌克兰粮食严重干扰了当地的农产品市场 压低了当地的粮食价格 被农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现在 欧盟就说不延长乌克兰粮食禁令 其实 你是蠢的 你可不可以等他选完先 到年底 不过我想 扎尼斯基给很大压力的佛德罗因 佛德罗因撑不住这些压力 他撑不住这些美国的压力 什么都开了 以及罗马尼亚已经成为了 乌克兰六成以上粮食 陆路运输的通道 但是这个国家 都已经 是 不堪重复 罗马尼亚总理9月18号的时候就说 如果从乌克兰进口粮食的需求增加 现在罗马尼亚只是坦汁不安 但是还没有说正式禁 现在也可能会 考虑延长这个禁令 又是单方面延长 保加利亚 更加是早于欧盟一步 在9月14号决定 在 禁令15号到期后 恢复对乌克兰粮食的 进口 理由就是 禁令影响了政府的 税收 导致粮食价格上涨 但是这个举动 估不到 就在 其实是他倒转来说 他倒转来说 你想这样说 但是 民众就不收货 是舆论压力很巨大 所以昨天在保加利亚 亦有大量的聋盟开拓拉机 封锁主要的边境口岸 阻止乌克兰粮食涌入当地 抗议 政府解除禁令 他们就说乌克兰粮食涌入 令到他们没饭好吃 所以你不知道怎样拆 逢得来慢慢拆 难怪最近又搞中国 现在有三个国家 已经是自动延长了 看你也 靠你自己一个人去顶 应该都顶不了多久 去顶吧 这么牙斩斩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 多谢各位再见